在基隆市议员陈君佐以及创世基隆分院院长李淑婷陪同下 可爱的小朋友们拿着刚装有绿豆的塑胶杯走秀 相当有超模的架势 为的就是要帮助植物人 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为了募集照顾植物人的经费 推出超级爱豆包文具组 特地结合两位基隆市议员陈君佐和韩世玉 以及信义区一家知名的文理补习班小朋友一起走秀 希望让小朋友可以购买超级绿豆包文具组 善用文具之外也可以自己种绿豆 了解植物生长过程 同时做工艺帮助植物人 我们苏普莱特包可以买几片尿布 十片可以买十片尿布 因为一片尿布要十块钱 所以谢谢你们的爱心一起做工艺 我们可以用一百块自己拿一百块的零用钱 就可以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帮助植物人 所以我们今天小朋友都很有爱心 每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有认购好几包 更希望各界响应也获得两位市议员的大力支持 未来如果各位小朋友长大 那有机会来帮助我们基隆市 有需要帮助的基隆市民 大家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啊 那以后各位小朋友要用功读书 将来作为一个有用的人来回馈社会 感谢我们小仁敦 那特别举办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市运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老师们 以及各位很可爱的小朋友们 那大家都能够多采多姿的动 大家一同来参与 文艺补习班的小朋友们 除了走秀也率先响应买进超级爱豆包文具组 并且由市议员陈君佐以及太太黄于婷协助 把绿豆倒进铺有卫生纸的塑胶杯里面 再由创世基隆分院院长李淑婷加水进去 等待绿豆发芽生长 有事晚到的市议员韩世玉也不落人后 呼吁各界响应购买帮助植物人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